中文字幕 李宗盛 布隆迪示威者再度走上街頭 抗議總統殷富倫齊澤 尋求第三度連任 苗國務卿克里呼籲加強地區的軍事聯盟 應對北韓的挑釁和令人不安的行為 歐盟展開海上軍事行動 已壓制移民潮 今年以來 橫渡地中海的難民死亡人數已接近二千人 美國和格魯根亞約共六百名軍人 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馬其頓反政府示威者 在議會外面責任抗議 北約警告要防止出現更多流血事件 中文字幕 李宗盛